大家注意看 没有驾驶证开车的我见过 但是小孩子开车 我还是头一次见呀 你看他打转向 看后视镜 打方向盘的熟练度 这不妥妥的老司机吗 我得乖乖 这一套动作比大多数人都专业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你家长知道吗 这家伙长大了又是一把好手啊 这个地方车辆很多 他能有这样的技术 我也真是服了 真是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啊 我估计家长都不知道 知道了指定不能让他开车 希望家长能及时制止 不然出了问题 后悔都来不及 再来看这个 躲前方黑车 打了转向准备变道 大家都打灯了 能让都尽量让一下吧 毕竟谁都有走错的时候 前程没有让他 到视频车这里 也是考虑再三 车主决定让他 这不比那些强行变的人强太多了吗 你看他变道之后 立马打开双闪 众所周知 双闪表示感谢 我估计车主看到这个灯光 心里也是暖暖的 有的时候 做一件好事 真的能让自己开心一天 新手们出门 口袋里一定要记得装烟 你看对面这辆车 是一辆新车 司机也是新手 他看到咱们过来就下车了 还不忘默默带烟了没有 然后就朝车主走了过来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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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 怎么好 你靠边停车了 我想进去 你靠边停车了 还不到手上自车 好好好 你帮我倒下来 这是进去的 进去的 下车也帮忙的 不带活动 不停的 好好好 这车可以 这车可以 那有三车弯上来 是吧 这车 过得不说 这小伙子还真的是会来事啊 这件车主自信满满的下了车 上车就是一顿炫技 好好看 好好学 你们还别说 车主的倒车技术真的是很溜啊 没有什么事是一个烟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根 这下好了又学了一招 你们看前面黑车错过路口就急着变道 你眼睛没用的话就捐了吧 这不是害人吗 变道看都不看 你们说这种情况责任该怎么划分 最后一段前面车辆比较多 我说哥们儿 你是不是跟车太近了呀 如果前车一个急杀 不知道你能不能反应过来 保持车距防御性驾驶真的很重要呀